时续进入三月天气转暖 也代表用电量将逐渐增加 经济部将在三月下旬 召开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 电价也将一公式反映国际燃料价格 外界担忧可能电价要调涨了 讲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啊 它还是会涨啊 所以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吧 就是少用一点 顺便节约能源 北极胸块没有加额 就很难生存啊 成本吸收不了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该涨下 民众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若以电费上涨3% 每度电2.62元来算 小家庭一年增加200到300元的电费 商家增加1200元 工业户则要多吸收3000元的电费 加上近日除了寒涨的卫生纸外 包含连锁餐厅饮料等 吃的用的通通涨价 一旦电价跟涨 后续涨价连锁反应冲击孔更大 电价会不会涨 因为台湾也已经立法 有一套公司在运作 所以大家不必恐慌 店价如果要调高 只能调高3% 330度以下的民生用电 是不调整的 大概占所有用户的70% 秦家院长赖清德赶紧面火 要外界不必提前恐慌 经济部则强调 如果涨价 全台七成的用户不受影响 但说到底会不会涨 或是要涨多少 虽然说得等到费率审议会 开完会后才能决定 但年后公交代理的一波调薪潮 所引发的涨价效应 已经开始发酵 欢迎新闻 赖伟凡陈淑曼 台北报导 时间了 继续